病情加重,张嘉义坚持不用提升,吊威亚空中痛苦嚎叫,最近金音奖的参选名单正式公布了,当中有不少优秀演员和作品入选,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呼声很高的,由张嘉义严妮主演的电视剧《少年派》未能有幸入围,不过这对于身经百战,早已手拿中国电视《飞天式地》、《白玉兰奖式地》、《金音奖式地》的三大满贯,并且还两次获得《白玉兰奖式地》奖项的张嘉义来说, 她的实力早就得到了大家认可,这是毋庸置疑的,总是看张嘉义电视剧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张嘉义有一个特色,就是她的走路姿势,可谁又知道她的独特步伐并非只是日常习惯性走路,而是因为张嘉义患有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,因此每每演戏她总是拒绝使用替身,要亲自上阵,而很多的动作戏通常都是直接从高空往水泥地上摔的,慢慢地便得了强直性脊柱炎, 当用威亚吊在空中时,她会因为身体在空中发出痛苦的叫声,但人不选择放弃,坚持要将自己各个角度都拍一遍,并且还会保证自己的神态表情。